各位,老师昨天晚上,在抖音上被人家大量的洗脸 设计是这样子的,因为老师在这段时间,比较努力的在拍抖音 但是怎么样的不火,你知道吗? 游览量真的是跟油管比起来,真的差的多了去了 那老师想找问题,所以说一定要请问专业人员 所以老师就找了一个很专业的,在这个抖音界 他是一个头部的MCM机构,就是专门培训别人做自媒体的 连排的时候,他还给老师很好的建议,也很真实的建议 什么建议呢?他说,看你的视频之后,我觉得你的面相不行 面相不行,这是很委婉,而且意思就是你的长相不行 长相不行,OK,那他另外的问题就是说 我感觉你说话太负责任了,没有讲国学那种飘逸的仙气感 就是说你没有像那种抽烦入胜 你讲话好像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老师真觉得他真的很有眼光 因为老师本身就是这样的性格的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 对不对,我会就说会,我不会就说不会 我不能没有的事情跟你说有,有的事情就跟你讲没有 是不是真的我做不到,这个事我真的真心做不到 所以说他建议老师啊,你有些拍摄的手法要改变 还有就是说呢,尽量的把那个景换一下 换成了制作,让你有一些兴趣的感觉 这些建议其实都很好 那虽然这个在几千人面前公开处刑 下面也是骂声一片说,老师这个人直接出来当老师 其实老师也是很认真的思考他的问题 而且他讲的都是对的,其实啊,除了长相这一块啊 其他的老师其实心里有数 就老师的节目啊,只是越来越没有娱乐性 越来越没有可看性 当然因为老师也忙啊,很多事情一直在做 所以说以前可以一周五根的这样子的勇气跟实力啊 现在就比较没有了 一周能够两根啦,我就觉得我很厉害了 我就觉得我好棒棒了 但是老师也是很认真想 我拜师这么久,吃庆了苦头 走遍了千山万水,我今天要出来当老师 我就不要跟各位讲假话 我不会想是说,啊各位 然后刷到我的,你三天之后就交大运了 或者是刷到我的,点了个关注 那你所有问题就要因刃而解 这个事我做不到 所以我们按照事实说事 就像别人来找老师资讯也是一样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不哄着你 我也不惯着你,你可以不喜欢 但是呢,你既然找了老师来帮忙 我就要跟你讲实话 所以说呢,老师现在也在反省 拍摄手法啊 故事性啊,其实老师也是会修正 但是老师这里啊,还是说 对不起昨天的薛老师 我陈某人 当了出来当老师 我就不会讲假话 什么事情,至少在我这边出去的 我不一定是正确的 但是我一定凭着我的本事 凭着我的良心,跟各位讲真话 这是我的坚持 我可能这辈子都不火也没关系 但是这个我不会改变的 所以,接下来期待老师 再为各位准备其他的节目吧 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